謝謝主席 馬上有請許部長跟國有財產署贈署長 黃偉你好 部長請 部長好 署長好 今天所提出來有關於營業稅針對跨境電子商務 財政部所提出來的這個法案 能夠兼顧到有關於租稅的公平 特別是保護本國的廠商 免於國外的業者 因為他們不用繳付稅 所形成的不公平競爭 對於這個修法的方向 跟財政部所提出來的法案 大致上面內容我都贊成 事實上這件事情我在4月27號 質詢前財政部長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對於財政部所提出來的報告 我事實上是非常的不滿意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 包括了說境外營業人的稅籍登記 國內稅務人代理的申報 以及規定報繳營業稅 那個時候都是根本都沒有提到 或者是還是說還要再研議 那你們今天所提出來的這個法案 基本上規範的方向已經跟歐盟OECD 那邊接軌 那也跟去年日本韓國 他們整個修法的趨勢做結合 那這件事情我要給財政部肯定 就是說希望部長 會來在針對有關於租稅公平的改革的時候 展現出新的政府應該有的魄力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委員 應該都會支持這樣子改革的方向 希望部長能夠繼續的往這個方向努力 謝謝 那第二件事情是 我在11月7號曾經質詢國有財產署 講說我們在北海岸太平洋翡翠灣 那一邊人家去佔用國有的土地 然後設路柵當路壩的狀況 結果我說過 一件事情我只要開始追以後 沒有一個結果 我是絕對不可能停止 那我後來不斷的去觀察那邊的狀況 發現這個業者 他們已經開始拆除了 前面那個攔路壩的狀況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要給國有財產署 積極的辦理 這種無良的財團 佔用國有地 然後當路壩收錢 這樣的行為 我會覺得國有財產署在這件事情上面 的表現 整個的反應的速度 跟我一般以前過去對行政機關的看法 事實上展現出相當的效率性 這件事情我也要肯定 不過下一個狀況是 署長 你知不知道後面 違建噴水池 他拆除的狀況跟他的進度 現在怎麼樣 目前據同仁反應 他才開始在拆 那同仁大概今天也會到現場去 那就是因為整個沙灘的部分 我們要求如果拆除的話 要比照上一次委員關係一樣 救火團的金山海水議場一樣 所有的廢棄物 我們都要經過 所有的沙灘 我們都要檢視有沒有掩埋等等 好 來 署長我告訴你 我已經去看過了 我過去這段時間 都在那邊觀察 他們到底是怎麼搞的 這個噴水池的部分 的確 開始拆了 問題是 我給署長還有部長看看 他們廢棄物是怎麼清理的 來請放影片 署長你有沒有看到 他那個問題 聽到怎麼你知道嗎 全部把你囤到 本來的那個池裡面 那個地 如果是私有地的話 那只有涉及到 有沒有違反環保法規的問題 他現在把那些廢的東西 全部都倒到哪裡 倒到國有地的土地裡面 倒到國有地的土地裡面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當地有居民 看到這個狀況看不下去 跟我們的新北市政府檢舉 結果我們的新北市政府說什麼 說 經查的時候 業者正在進行清運工作 已經請業者儘速清除 叫大家不用擔心 就是我們有派人去看 看的時候他都有在清理 換句話說這件事情就是 新北市政府擺爛 沒有打算要繼續處理的意思 就對了 那你今天 如果你派人去的話 署長我給你看看 你會看到的狀況是什麼 你會看到的狀況是 它上面 都給你填得乾乾淨淨 那個土都鋪得平平的 沒有問題 那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金玉其表敗蓄其中 那個土下面啊 全部都是他本來自己要進到 廢棄物清運責任的業者 結果他竟然沒有去做這件事情 全部埋在國有地裡面 署長 這件事情你們打算接下來怎麼處理 報告委員這樣子初步來看 他已經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那我會請同仁告發移送 如果新北市政府他還是不理咧 我想國有土地的部分 至少我們還有一個民法的關係 我們要求他一定是要 這個清除完成 然後緩還國有土地 我想這個是 剛剛是行政法的部分 那民事法的部分 我們會有這樣要求 署長你可不可以承諾 因為你這件事情 到目前為止國有財產署的表現 我可以對你們有信心 就是該做的事情你們都有去做 但是你們可能陷於人力的關係 沒有辦法每一件事情 去追查到那個業者 他到底實際上面是怎麼做的 那當第一線的民眾 發現到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跟我們的地方政府反應 結果我們的地方政府竟然擺爛 草草了事 所以我有去看 看他們都有在運 然後對於這種廢棄物隨便亂到的情況 完全視而不見 你們到時候土地拿回來了以後 你們如果沒有發現這樣的狀況 你土地拿回來以後 看起來表面上面乾乾淨淨的 沒有問題好像清理乾淨的 但是事後什麼 事後是不是還是一樣拿納稅人的錢 是的 你是不是還是拿納稅的人 在幫這些業者擦屁股 這個事情喔 署長我對你們執行到目前為止 我是有信心啊 但是我希望 這件事情後續上的處理啊 國有財產署 能夠繼續的展現魄力 對於這種無良的業者 親運的每一分每一毫 都必須要由這些業者負擔 把它親得乾乾淨淨的 那我們的國有土地拿回來的時候 才會是一塊什麼 才會是一塊乾乾淨淨的國有土地 是 署長朝這個方向 跟大家承諾 朝這個方向 努力去辦理好 好 我會後是不是麻煩委員 把那個資料給我們 我們有這個資料 馬上就可以來 該處理的先處理 沒有問題啊 我今天 因為你們今天去看啦 是 你們只要派人 那個圖 你稍挖一下啦 拿一個鏟子鏟一鏟 你就知道那裡面 都抵什麼東西 全部都抵本索 你如果說需要他們這樣亂到廢棄物 想要去蒙騙公家機關的證據 沒有問題啊 今天我秀給署長還有部長看的 只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剪一小段而已 你真的去現場看那整個施工的過程 真的觸目驚心 這樣子的業者 政府一定要追究他的責任到底 這樣好不好 是 是 好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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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